强阵之后 人们会以为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这种想法可能是致命的 2010年4月14日 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 随后又接连发生了五次余阵 所谓祸不单行 大阵之后还会诱导出来火灾 山体滑坡 海啸 瘟疫等次生灾害 事实上这些次生灾害 往往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和损失 1906年 美国旧金山市发生7.8级大地震 主阵发生后一小时 泄露的管道煤气被引燃 将近一半城市陷入恐怖的火海 即使在100公里以外的人们 也能看到浓烟和烈火组成的通天烟火巨塔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后 福岛第一核电站四台机组先后发生爆炸 导致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 此次事故被定为核电事故的最高级 7级 虽然已经过去了6年 但是由于严重的核辐射 该区域的近18万居民 至今仍无法返回家园 也许在没有找到预测地震的方法之前 做好次生灾害的防范 是降低地震危害的有效途径之一 请问大地震后 以下四种提貌最不容易发生改变的是 A 山地 B 平原 C 河谷 D 海滨 犯规 抢了 来 你得到了答题权 说说理由 山地的话像汶川地震的程度 就有那种水平位移和树枝位移 它可以一瞬间创造出来一个山 然后在平原上 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像地的话 海滨就是说地震有可能会让海平面上 就是让大陆架上升或者下沉 可能会改变海滨的这个地貌 所以我排出法选C 真正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平原 是吧 第一个就是山地 它容易引起滑坡 河道的话 它容易引起燕塞湖 很危险 第三个海滨 那就不用说了 海啸 所以相对的小一点的话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比如住在傍水衣山的地方 这样的老百姓 他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他就要在这个地方建房 在这个地方生活 这个问题就是个矛盾 在做规划的时候 我想政府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 谷河道 这个谷的以前的河床 这些地方都应该排除 因为历史上有这种经验 就像墨西哥地震 墨西哥城就建立在一个谷河床上 发生地震完了以后 它就大量的造成人员伤亡 所以说做规划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好